第一个我们把那个前面一样的范例 那如果同样的逻辑 我们来试做看Interest函数 那插入函数里面 在这边找到这个Interest 那它里面的总共会需要跟你要两个引数 不过主要 下面这个引数基本上不太会动 因为这个所谓的A1指的是 你预设的是不是从那个地方当成是基准 那通常不太会变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Reference Test 意思是说你要抓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一般的表示方法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的是001 它的比如说是那个什么 001的姓名 所以你点选那个其实是B3 但是特别注意哦 B3那个储存格要怎么等一下向下填满 它要能够自动抓得到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会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哪一栏哪一列 另外还有一个哦 就是你选取之后哦 它是要一个Tester 可是你现在如果前后没有加双引号的话 它会出错 那因为这个函数啊 它很奇怪 它没有帮你自动加上双引号 所以呢 如果你直接选取B3按确定 它会出现错误 特别注意哦 而且这还蛮常容易错 看到是对的 等下按确定说 REF错误 为什么 因为它找不到B3的这个什么呢 文字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也是常犯的错误了 前后记得加上什么 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它会帮你找到那个吴伯薇这个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B3怎么来的 你不能说我自己点 那以后每个都自己点 那问题是上面变的 你下面要跟着变 所以基本上哦 它这个B3里面 一样储存了两个讯息 一个是哪一栏 一个是哪一列 跟index 其实有点像 可是index是 给它两个数字 哪一列哪一栏 可是这里的话呢 不是哦 给它的是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里面呢 要包含哪一栏哪一列 其实这个感觉哦 比较像BBA里面 我们用两个方法 一个sales sales前面是列 后面是蓝 有点像index index很像是range 有没有 range双引号 里面就是给一个什么 一个储存的位置 还蛮像的 所以这两者 将来如果要取代 互相取代 可以利用BBA sales跟range 一样的做法 那可是问题哦 要怎么做哦 首先第一个啦 当然 比较简单的应该是 就是那个什么 后面的这个 蓝的部分哦 基本上前面一定都是 这个一定是B蓝 C蓝 D蓝 E蓝 这个没有问题 后面的列数 其实列数你可以根据什么 end end什么呢 上面这个 实际上就是h3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串过来 但是串过来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001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呢 其实后面呢 因为0 第一个 当然这个后面 我一样 要把它抓到什么 应该是B3 所以现在是001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加多少呢 加上2 它本来是001嘛 那因为呢 你加了2这个动作 加 只要001 有没有 后面遇到加 它自动帮它 转成 文字自动转成数字 再来做 有没有 做计算 加完之后的话 本来是001 遇到加之后 自动变成1嘛 加了2之后 你会发现后面刚好B3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自动就串出我们要的 所以你按个确定之后 假设上面呢 变动的话002 有没有 找到这一个 再来4 4是这一个 来0 张鸿才 好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什么问题 列的部分 后面 请你加上什么 根据列号 根据那个编号 加2就可以了 OK 这最简单 把列号 把它的编号加上2 加上2 自动抓到B2 可是问题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 那我假设我希望 可以向下填满 自动就把结果给变出来的话 那可能你 你这个地方就没办法 假设啦 你如果要做出下面 你可能必须什么 传统的做法贴上 这个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嘛 对不对 底下改成D 改成E 诶 可是问题来了 你假设你这样做的话 好像会 现在 现在只有 四篮还算少 所以如果你将来 篮数很多的话 你希望说呢 能够向下填满 自动产生的话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出来 基本上 一样 我们可以在旁边练习 什么方式可以向下填满 自动变出BCDE 前面好像文字与 质量函数里面 有遇到 有用到一个 Core 有没有 内码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变出 那个BCDE的话 请各位切到文字函数 文字函数里面 因为我们前面用Core是抓他的内码 可是倒过来是另外一个叫CHAR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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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给他一个数字 假如那个数字呢 你要取得B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也是ASCII Code 你可以看到ASCII Code ASCII Code ASCII Code里面的 B的位置是66 66到69 刚好就BCDE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串出 用 找出B的话 其实你输入66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66 有没有 CHAR66 意思指的是 帮我把内码 第66的那个位置 的字元 帮我抓回来 OK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现在要向下填满 自动帮我怎么样 帮我在内码里面加1 66676 刚好加1 所以刚好加1 向下填满的话 各位应该想到 可以怎么样 在后面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RA 函数不就好了 也就是说 你这边的话 可以加一个RA 加RA 66 那可是问题RA 现在的位置是多少呢 现在的位置是4 可是如果你现在 要刚好满足是66的话 变成要把66 减掉4 再加上4 所以就62加上那个RA 按确定 62加上现在的4 加起来刚好66 抓到B 往下填满看看 有没有 BCDE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那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下面的资料 也可以很顺利做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不包含等号 然后取消之后呢 把这一个公式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原来B的这个位置 把它贴上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串出我要的那个B 串接后面的3 就变B3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 OK 只是说呢 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只要做出一个地方的话 那你也许就会出错了 OK 打勾看一下 当然 如果你不确定 我建议你可以游标放这边 再插入这个 按下插入函数 它会有个好处是 会自动帮你把这个结果 变出来给你看 有没有 B6 B6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004的是不是B6 B6 没错 应该B6 好 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请你把H3的3 锁一下 因为这个位置一定要固定 其他要不要锁 其他不用锁 打勾向下填满看一下 OK 004 有沒有 就是这个 张宏才 第二 U 没错 所以资料应该没错啦 弄一下看看我OK 试一下 005 005 看看这些 应该也OK 好 那就表示没问题了 透过这个地方 会自动帮我抓到我要的那个位置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Interest 基本上就是要把那个什么 把你要抓的那个资料的 什么呢 位置 抓回来 但是位置记得是一个文字 比如说是B3 然后呢 C3 那为了要串得就是BCDE的话 那我们又多学了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CHAR CHAR的这个函数 那他会自动去抓到我们那个 内码的位置 那刚好那个B就是66 到69 B到1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一样可以向下填满 自动的话呢 自动抓到我们要的那个位置 上面变动 下面也跟着变动 请各位试一下 好